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系列的重溫片段 相信很多位陀佳應該有報開瑜伽專科班 應該已經有這本五年級的文化天書 這本文化天書,如果你沒有的話,記得問瑜伽拿回 其實最主要是將你們一直以來,在整個五年級裏面 要學到的所有課題,瑜伽是一一列出來的 基本上你可以藉著用這本天書,幫助你在你的懲分史上好好溫習 記住,這個工具基本上是非常有用 同時也可以幫你減輕了很多功夫 我相信陀佳見到這本天書時,樣子應該是怎樣的 應該不會開心得到去哪裡,對吧? 應該好像剛才剛才的特效一樣,樣子是哭了 但是,我想你認真想想一個問題 若果你用這本天書,不看你學這本書 你只看文化,其實已經刪難了很多時間 對不對? 這次這個片段的課題是做什麼呢? 主要是幫你溫習你上學期學過的東西 Adjectives and Adverbs 這個課題,你可以說在你P4的時候是學過的 如果你有報如常英文寫作的話,你一定有學過 為什麼呢?因為Adverbs是如常很早期的時候 有教你的東西 其實Adverbs,我們中文稱之為負詞 但其實它跟形容詞有什麼瓜葛呢? 都說了,Adverbs are formed with help from adjectives 我們先用一個形形詞來做例子 Happy HAPPY這個字,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加LY 將它變成HAPPILY 但分別在哪裡呢? 很簡單,我用這句句子來做為止 Fish is happy 這個句子看上去好像沒有太大問題 對不對? 但我反而想問問各位 有沒有發現到動詞有些少許不同呢? 和我下列這句句子 那這兩個句子的分別在哪裡呢? 有沒有圖書可以想得到呢? 我給你十秒時間想想 分別在哪裡? 這兩個句子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分別的 分別在於除了一個動詞之外 就是句子它本身用來去描述什麼 有少許不同的 我好像這句句子的問 Fish is happy 那個happy 是形容什麼呢? 是形容我的心情 我的emotion 但這個happily 是形容我嗎? 不關我的事 那個LY這個字 最主要是描述我唱歌 這一個動作 不多不少 我們的focus 就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樣呢 你會看到 他們兩者用的方式 有少許不同 一個focus 是在情感上 而一個的focus 就會在動作方面 總之記住 LY和LY 在Wordings方面 其實它的用法 的確是有少許不同 形容詞最主要的作用 是用來去形容 或者描述 名詞 或者代名詞的字眼 而 副詞 是用來去形容動作 可以用來去形容形容詞 如果我想描述 某一件事 或者某一件物件 程度去到哪裏 好似下列這個句子 That is a cute puppy 那個cute 是描述什麼呢 很明顯是在描述 一隻狗仔 The lady is beautiful 那個beautiful 是描述女士的外貌 簡單的講句 我們用形容詞的時候 是描述性格 外表 外表 甚至是一些attributes 這個字我們想你記一下 attributes 即是一些特性 但是 當我用adverbs的時候 作用是做一件事 是描述動作為主 或者幫一些形容詞 再加強程度 例如 例如 Joe speaks slowly 這個slowly 最主要是描述 她說話的時候 很慢 好像WOW Ken is so nice nice 沒問題 但我加一個so 或者very 最主要是說什麼 她是非常非常好人 She sang very well 同樣道理 但大家留意一下 very 是描述的well 描述唱歌 所以其實我可以 一是配動詞 一是配形容詞 一是配符詞 都可以 但你要記住 用符詞的作用 最主要是描述動作 和行為表現 也很多時候會放在哪裏呢 是放在動詞的後面多 或者放在最尾 當然可以放在動詞前面 但放在動詞前面 就要行為 究竟是一個什麼 adverb 因為這些詞彙 這都是適合的 只不過這些 和次數 有多一點關聯 好的 你要記住 有一些形容詞 是不加ly 因為本身的詞彙 已經有ly 例如 friendly 和early 這兩個字 本身已經有ly 的情況下 你記住 就沒有必要再加ly 這是第一件事 fast 記住沒有fast 如果要轉的話 我們通常會用quickly 這個詞 或者直接用fast 就可以了 late 雖則可以加ly 但你要記住 late加了ly 之後 意思就變成最近 I have been doing some research lately late 這個純粹只不過想說 它遲到的 hard 同樣道理 hard 記住 加了ly 就變成難以 或者有一定的困難 這裏純粹是想說 一件事是很努力 很用功 好 記住 不要跟我做什麼 不要跟我串 這樣一字出來 沒有goodly 這件事 這個一串的 串了出來之後 其實我可以跟你說 你一定會出事 甚至誇張的 我的樣子會馬上變成這樣 你記住 沒有goodly的原因 是因為good 這個形容詞 是不能加ly 我要把它強行變成well 你想想 平時學校老師 讚你的時候 都會說well done 不會goodly done 這個說法 對不對 但是有人會問 Yu Sir 是否用bad 轉到其他字 不是 bad反而直接加ly 就已經可以了 這裏 剛剛Yu Sir 所指的一二三四五個例子 麻煩你們要好好記住 同時也要好好記住 因為這五個 很多時候 如果學校老師 考考你的adverbs 他很常常會考你的字眼 如果你有本 五年級的天書 你可以拿回練習 自己試一下去做 但是 Yu Sir特地抽 第三題 和第四題 和你一起做 quick 這個字你記得到 很有趣 對嗎 quick大家都知道 排解很快 majestic 就是玩個很豪華 很帥 但是 你懷疑一下 majestic 好像是不可以加ly 這裡 為什麼不加ly 因為horses 是名詞 同時他正在描述一隻馬 所以這裡 我們就要寫majestic 這裡quick 是說他解決問題 解決得比較快 所以quick 我很自然這裡 就會加ly 因為他描述的是動作 而這裡描述的是動物 或者物件 所以你們要記住 應用詞和副詞 不難分 但是 他們也有一定的概念 要你記住 知道嗎 這次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希望這麼多的導演 好好和我溫習 以及好好看好後面的系列 因為後面的課題 你之後都要用得回 知道嗎 拜拜 我知道 很久 但如常唯一找到是這個 對不對 才自己弄 所以第二題 其實是寫什麼字呢 其實是寫 知道25號 是的 十二月25號 Very good 他講得很明白